台空军加以基地一架F-16V战机 11号下午发生坠海事故 飞行员失联 有渔民在事故地点附近识货飞机残骸 台军方也前往扩大搜索 陆续找到背包等物品 据台湾媒体报道 12号上午10点左右 有民间人士在事故现场附近的磕架上 发现部分军机残骸 台军方集结搜寻 陆续找到背包和多块战机残骸 至于是飞机的哪一个部位 目前仍带比对确认 报道还称搜救单位争取把握救援的 黄金72小时 待海水退潮后 预计将有更多发现 不过截至12号中午12时 尚未发现失联的飞行员 对于此次F-16V坠海事件 台防务部门官员 在11号晚间的记者会上声称 失事战机飞行员 全程按住无线电麦克风通话键 导致收发化无法正常进行 这点很不正常 将展开调查 对此有台空军前教官表示 透过航空迷提供的相关资料 失事战机飞行员 当下还疑似放开减速板 这些行为都极不寻常 但是由于在进行 大小度转弯的训练动作 也不排除飞行员因俯冲 导致迷航错觉 台军方已下令暂停全部F-16V战机演讯任务 具体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然而有人却急着想把事故责任甩锅大陆 台军前将领张延廷声称 坠机原因是因为解放军军机频繁巡台 影响到台军飞行员的训练时数 对于张延廷的说辞 有党内网友直言 训练不足也能推给大陆 这是什么神仙逻辑 国民党明代陈玉珍则呼吁 只有两岸和平 才是避免非官失事的根本解决之道